好 回到比赛现场 马上开始两支队伍的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 双方打得很激烈 是 从头到尾一直在打团 因为这样的对抗 也把双方的手感完全喂起来了 对 可能第二局比第一局更加精彩 对 有可能 上一次 我记得九尾的成名英雄就是不知火舞 对 2019年春在亮子光 当时他的不知火舞成名的 在西部的时候 这一战 让我看到当初那个少年 还是那个少年 看来九尾的状态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在结合他上一把的一个表现 我感觉九尾今天会越打越自信 我们来看看这一局的BP 在红色方的依旧是锦南2W侠 他们并没有拜方选边选蓝方 那BO7的话 是选蓝还是选红好 其实BO7的话 在前两局的话蓝方比较好 但有的教练的话 他也会喜欢玩红方 因为红方的话 他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 因为他五楼和三楼 两个点 都是C位很舒服 我们来看一下 在大桥放出来之后 网上TTG直接要一锁大桥 这边TTG他把西施搬掉了 他是摆明了 我就要玩老富士大桥 你给还是不给 RW侠这边说 给你 不怕 我们看见RW侠是怎么破的 公孙黎 张飞 标准破吧 公孙黎 张飞 标准破吧 但现在 公孙黎 张飞加 实在不行再给你两个联波 派死你 他这样选的话 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这样选的话 TTG这边是可以辨证 已经锁了公孙黎加了 加那个张飞打我 那我为什么不变呢 那我就说一个射手大桥给你玩 我就不说老富士给你玩 但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裴景虎亮出来的话就是老富士 他应该要打双战 还是选择了固定阵容来给你打 是 千诚的话 玩坦克玩耳朵吗 千诚 他在这个赛季用过一次老富士 用过一次老富士 难道第二次就在这一场了 他之前的比赛里面也是 他其实之前的比赛里面也是用老富士 然后在春季赛的时候是用过一把联波 就他是有这个属性的 之前有练过 有往这方面去练过 这手蒙田抢的还是蛮到位的 蒙田 这个蒙田 他如果不抢下来自己玩的话 很可能管由TTG最后的一套阵容 会成为大桥裴心虎老富士加蒙田 然后中路带个银阵 或者王高军这样的英雄 蒙田一般出来要么就是有大桥 要么就是我这蒙田你对面有马可银阵 TTG这个队伍也是第一个使用蒙田上赛场的队伍 是 当时是陈宇用的 蒙田 搬掉一艘旅步 嗯 连小宋使用过一次蒙田 并且获得了胜利 这是他第二次拿出来使用 嗯 搬了一个云莺 搬了一个强势野 他之前搬旅步的话也是不想让对面打双战的 嗯 搬了个李源芳 这也是搬掉了你其中一个可以陪打条的射手 那的话你在因为上一局比赛 而且这局比赛公孙力拿掉上一局在公孙力用掉了 是 那如果你拿敌人杰的话还是那个道理 就上一局比赛我们说过的 狂暴公孙力打你敌人杰也还可以 嗯 主要是李源芳配合老夫子 太厉害了 是的 滚丁的一套爆发 对 李源芳加老夫子 我们是跟他说叫滚筒洗衣劲 我把你捆住 欸丢个大 丢个转转转 江紫牙 九尾的江紫牙 在桑� 再来个狂铁 真的假的 狂铁它是想打蒙田哪 这是最早蒙田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流行用狂铁打 được 但是这样子它的正面打滑能力会不会太弱了 我个人感觉的话是 说了 不强 这把就很吃老夫子啊 我觉得这把 这老夫子给谁啊 应该给青青吧 这把银正无敌了 谁能碰到他 没有一个能碰到银正的人 摸不到啊 给你个狂铁闪先 你二闪都摸不到他 但是大乔他有一个外号 什么 万物五五开 我就是能给你打到五五开 你看你如果正面打不过 我去偷塔 正面打得过 那我就来打团 对 实在不行 我把现代好强行给你打过五打四 现在可这个赛季 槟城的大桥的胜率并不高啊 对 但这个组合胜率在联赛是很高的 组合胜率联赛40%多 以前槟城的大桥 圈都是给桥外的 也进步了 也进步了啊 现在 好汉不提当年有 现在是进步了非常非常多 应该念了不知道有多少 进步非常大了 进步很多 在试惯的时候 他拿了八次大桥 胜率有50% 进步非常大了 而且在 春季赛的时候 他的大桥胜率也是11战6胜 只是这个赛季稍微用的不是很多 所以胜率只有一局 但我们也期待一下 这局千层的狂铁 应该就只是抗压的作用 狂铁打蒙田啊 也是也是 他会把老夫子 他会把老夫子用来打过顺利 但是那句话我们说的好吗 你笑蒙田充电宝 蒙田笑你一枪倒 当时就是蒙田打狂铁 对就是蒙田打狂铁 这梗就是这两个英雄来的 是吧 各有操作空间可以说是 TTG他应该就是想着用这一套 狂铁像这样 不是很主流的英雄 给你打到一个五五开 赢了他就赚翻了 对 因为这是BO7 没错 他不得不用这样的阵容去打 狂铁 BO7是不能放弃大桥的 这把你要是把大桥 你要是用这套阵容 大桥赢了 其实也说得过去 因为他其实用掉了也是老虎加上江子牙 对 然后配合大桥队 然后还有个老父子 老父子轻轻百分百胜率的英雄 哇 轻轻的老父子 不得不说 这真的很强的 他是有大就来开 对 他不能开团很厉害 他主要是 他能把他的队友全部 调协调好 然后打另一个五打四 没错 但他们这把的阵容上来讲的话 我还是觉得济南RW加的阵容 打广柔TTTG这一套很好打 我也怎么认为 就是虽然说胜率很高 TTTG是百分百的老父子 但是从阵容上 主要还是因为这套狂铁 本赛季的狂铁首秀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 蓝色方TTTG 红色方RW加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 黄铁站蒙田 好家伙 你上来直接打换线 把霍卫瑜换到对抗路去了 公孙黎来去压制你 不让你狂铁打我蒙田 不让你拿到优势 对 他一波连探草 直接交出狂暴 打得凶啊 把千层的状态给压掉了 狂暴不省的 逮到你就把你先打散 对 上来把千层 其实也是在线上打得这么凶 完了 要被卡线了 挡着你的耶 这是千层拨线 可能要被三个全卡 这狂铁直接裂了 狂铁完了 还掉三个兵啊 一个兵都没吃到 现在才半级不到 大乔的经验都比他高 对 他们这边是把狂铁给到千层碗的 老胡子给到七星了 没错 百分百胜率老胡子 感觉还要继续卡 还想再卡 就是不想让你吃第二波线 也要被他吃了 这样会很影响广路TD这里节奏 他们必须得过来帮 把济南W的这一个摄斧给赶出去 对 这攻速你压制你给的足啊 玩着好过分啊 前期六个兵 只吃到一个 而且还只吃到一个 对 没错 哇 太娘了 补刀应该是补刀了啊 对 这个补刀在落下 那 损失更大了 太可怜了 你既然这么选的话 就应该做好 RW会做这样的换线准备 是 但他确实把这攻速你换到 对抗路来也比较舒服 因为他可以到后面就拿红了 对 拿红打黄铁的话 像是打出这么大的优势 基本上是碾压了 对 你只要敢放黄铁跟我赢的时候玩 我张飞叫过来就是约他 嗯 对的 而且到后面拼团战上来讲的话 刚才刺痛也说赢阵摸不到的 蒙田这边在发运动的话 这一波线是升不到四级 所以说他这波是推不了他的 换线了换线了 直接换 对 老父子也刚好到四了 但你这波换线你换下来 老父子上去 公顺利把这波线抢完之后 对 公顺利可以传 他就可以过来了 对他直接传过来传送阵 反正都不需要他了 巨头巾这里打得还挺快的 有云阵帮的两下 这边是选择要回去拿个红 换红再说 其实如果这样公顺利不换线的话 老父子有四级了 公顺利就没有那么好操作 对 那张飞就要形影不离了 是的 换了他拿红再换 正好在拿红的中线 交汇的这个节点上 悄悄的换一波 但是他拿这个红的话 他下路线权可能要丢了 看狂蝶这边能否做掉线权 中路 动手了 先把五星给带走 忽然拿到了一些 百分百胜尽的老父子 这清清老父子的节奏啊 就是你看清清 他的只要绿点亮了 闪现亮的 那应该他就会出来找一波机会 就意味着对手要掉人头了 应该是有他独特的 理解 总是能看到人 就他每一波 只要他两分钟一波 开一波大的 你看清清现在已经作为他们阵容的一个核心点 他现在在协调 如何去换线 如何不让你攻速尼开节奏 他上中线直接给老虎 中斗还杀了个人 之后直接上来打你攻速尼 不让你攻速尼出节奏 而且他是有大桥的阵容 所以他转线效率还是可以的 而且他在换线的同时 还可以把狂蝶快速丢回家 这样的话狂蝶上线的速度也会变快 对利用了老父子 这波绕后了 菊肉精跟张卑打个配合 上去也直接被伤害 先把大家给秒杀 菊肉精虽然被捆了 但是并没有吃到塔的仇恨 张卑给了个干扰 保了他一手 是的 就这样再给个大 把兵线刮残 这个防御塔是保了下来 直接打了一波四八二啊 哎 刚刚大桥发了一个我好气 你看到没 哈哈哈哈 他想的是 明明我核心是老夫子 你为什么要追求我的 对你为什么要杀我 那不杀你杀谁呢 这把是冰城主要负责转线啊 是 二级能把人转走 大桥也算是符合 对 冰镇扫扫扫扫 走位 躲一下 二级能开起来 抵伤害 这把还是 因为千诚在开局实在是太逆风了 是 刚一度他的经济只有1300块 而冰城1200块 对他现在对先不管打谁都是没有优势的 也意味着他们的一个边路2b2 他和裴琴虎 加起来一起打人家菊油精和蒙田都打不过 没错 更多的是现在千诚应该是钱了 他们还要把这套阵容的优势发挥出来 那我们要被压了 直接去压制前程 就位过来协防 有江子牙在 现在就能清掉 防御塔就能保得住 是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所以老虎这个位置好像要被包到了 老虎 不然 接过去了弄手打一套大招 刮一下刮双部队的威胁 跑一口 赢阵最大 挡一下 轻轻开二技能 把剑都挡住了 不然 打得很凶了 很主动 在对面的能力去蹲了 半天看到了三个人他也不在怕 对 先啃一口再跳出来 能反掉就反嘛 反不了我也能跑得掉 玩你三次 我要先揍你一套再说 对 他把这个张飞的大招给逼掉还挺关键的 下一波正好是广荣TDG他们这里老夫子 双招全在的一个情况 卡尔街往里冲 但球队先冲出来先打一到 郭忠敌在旁边 跟上海又把冰城给击杀掉了 晶晶 大招虽然还是绑到了小夜 跟下路那一波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位置不同 对 但是如果把大桥秒了就很关键 是的 这一波矿铁上去直接击飞群人 再来一个一技能 不然跟上海先把无心给击杀掉 前程也带走了花语 出气了 五分半钟的时间 前程终于抬头了 你前期敢压我 我来代步节奏 这样一波打回来 就是说 锦囊RW侠现在不光要小心 情景老夫子的这个闪现 还要小心前程 狂铁的一个闪现 是 他刚那个二技能是 击飞了四个人还是三个人 四个吧 没看到 有很多 对 主要是他大招架一技能 伤害拿满了 没错 然后脑子又狠肉 过来收割 刚锦囊RW侠在野区几个人 就击飞起了几个人 这边下路一个蒙田 嗯 冲波电 上去击飞一下 再开个大招顶个盾 这个枪确实有点痛啊 这终电宝也不好省啊 咋子咋子自己血 还是变少了很多 对的 来看一下 这边大桥主要是在临死之前 没把大招给交出来 第一时间被秒掉了 他临死前想先做的是放一个电梯 看自己死了 能不能老夫子坐个电梯走 其实大桥的话 在临死前一定要先放大招的 我们看牵扯这一波 四个 哇 一个二闪四个人 这一波三个人打得很厉害 这波牵扯是打出了太乙的效果 一起能扎四个的效果 哈哈哈 RW还是要注意一下站位过于集中的问题 是的 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AOE伤害还是挺足的 狂铁的一波AOE和江子牙的一波AOE 刚才那种情况 还是江子牙一个大闪已经空了的时候 他们团没打过 没错 其实还是他们这阵容不占集中也可以 对吧 对 这个阵容因为他们的双C都是一个较远距离的 没必要抱那么紧 是的 今天这个比赛不按套路输牌啊 这边拿到优势了 感觉优势要走下去了 哦 被反打了 另一边拿到优势了又被反打了 中路再往前压 有来有为 温田军扛一下 中的防御塔冲破 两边的优势其实都不是很稳定 总会在每一波关键时候 突然有一名选手站出来 是的 上路的防御塔 因为打大桥的阵容 还是当他在带边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往中路换 是的 所以这波RW霞是把TDG的中一塔拔了 然后自己的边一塔掉了之后 这波不亏 而且他刚刚没绑到 转线躲了个大 那就把兵线轻了带走 他蓄力猛击霸体也能躲 他刚好是 轻轻在卡他那个霸体时间 那个平坚刚好出去了一刻 他就开捆了 对 然后小兵也感觉到他要捆自己 他就会障线躲着了 互相预判 他们关羽就是这样打蒙田的 是 虽然蒙田可能在线上有点好打关羽 但是厉害的关羽都会卡你的霸体时间 把你推过来 对 一直卡你霸体 一直卡你霸体 一直推你 万一当球踢 对 因为蒙田的蓄力猛击 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抬着动作 是的 后摇 又进来了 不然打得很主动 他这一局打野位的经济高 6000块 是 他如果进到野区 你没有人帮忙 而且下面他有一个大小和老父子 可以保 可以保他 而且这一局的一个裴青虎的话 他相对会灵活一点 几难大不想没有什么 开团很猛的英雄 只有一个张飞 没错 直接绑 绑完裴青虎上咬育口 先把防御塔给破掉 回玩座再激活 让你直接动手打小兽 小兽被拉过去了 没能走掉 闪现刚在上路那一波 用来躲青虎大招用掉了 下路 再把兵线压过来 船走回去守家 坐了电梯 这大小玩的好啊 青虎老父子还是挺细的 他是抓住小兽 蒙田开大的那一瞬间 你开大的那一瞬间 又不是霸击 直接上去一个大招绑住了 还是围绕着青虎 对 这个老父子在跑 他捆住了那一刻 他还能判断出来 你其实这边并不是五个人 传下来把你蒙田杀了之后 再走掉 对 其实对面 这边视野都没露的 他是不敢确定对面有几个 黑星我打个减速效果 绝对直接被放手 绑住了橘子 将杂与局再给一个伤害 让这边花云的公孙黎 这百分百胜率有东西啊 这个老父子就是有技能就开 而且命中率真的很高 所以才打出了在这个赛季的百分之百的胜率 他在今年一年的老父子都很强 这百分百胜率有东西啊 全靠他开节奏 而且不然这把裴青虎也是一样 当老父子和大乔在带一边的时候 他的目标应该也是跟着老父子 他其实不是跟大乔 他跟着老父子那一片的野区 对 他就跟着老父子 老父子在下 他就反那一片野区 老父子不管在哪 都是跟 他都是跟着他 对 大乔的话 你可以自行调配 这波大乔不在了 老父子上去 先影响 将杂来了 旁边 这波身后其实没有大乔 但是这两个人 打出了有大乔的感觉 其他大乔不知道刚才大乔具体位置 所以没敢开 这个屠龙 那边乔应该不会放吧 这必须得打一下了 好不容易有个五五抱团的机会 这个时候就不会被单抓 而且老父子也没闪现 再不打 真没机会了 要飞这么一点点带走了 黄连 张飞好四个 张飞 直接动手 先把秦庆给击杀掉 头龙可以接手 机会来了 但不然的裴晶虎在旁边 他想动手 直接给击杰上去 抢到 他有电梯 被控制力推出来了 被控制力推出来了 再点走 哇 今天的TDG 上野有点太猛了吧 第一把九尾秀了一手 不住火舞之后拿了MVP 然后这一局就是清晴和布然两个人 是的 这边无名 我感觉他们操作的很自信啊 对 刚刚无名的一个大招吧 上路 再来 抓住了布然 不然 想进圈 但形象还是算了 他怕第二套技能好了之后 把他给秒杀 在他回程的瞬间 RW霞这边只能开主宰了 拿一条龙 十个损 表掉 表掉就侧 这状态不是很高的 可能要被压一波视野 晴晴又来了 带着闪现 先一个大招 试探性的放一下 RW霞这把 其实在刚刚 那波龙坑的位置 三分要开 开到张紫阳 直接跟伤害 九尾倒在了菊油精的刀下 他最后的一个极限距离 是 无名知道他没啥 一直追 一直追 最远距离吼到了九尾 小叶已经提前站好了位置 张飞这个版本其实也很强的 他刷刀的时间特别的快 40秒一个大 你给我一个小叶 我一直也一直也 马上就大了 上路 TTG 再拔一座塔 这样RW霞双边的外塔 都已经全部被破掉了 接下来就看TTG怎么起节奏 是 应该还是得看轻轻了 他们的这种 刚才这波 张飞的先手 吼四个 这波吼得太漂亮 是 无名 让他们的这边四个人 没有人能去救清醒了 然后后面就是布然 裴行湖抢龙 槟城也提前给了大条的电机 准备进去的时候 攻速灵弹一推 但他们后续没有伤害了 让布然直接跳墙走掉了 远距里有九尾雷将大招 做一个火力掩护 然后布然 就很自信的跳了进去 布然这个老虎经济好高啊 99马上一万了 还抓了一个反应奖 他其实在这局比赛的前十分钟 全程领先 小叶的菊油精一千块以上 打得特别凶 对 刚好进去 所以以至于他敢进野区 他一个人敢 孤身犯险 因为他碰到小叶的话 他其实是不怕 打得过 对 完全打得过 经济领先两千 他出了个反应 你菊油精摸他一套 也不至于把他给秒杀 是 他还能跳走 上这边开了个加速 想动手 直接到塔下 张飞仙把人拿走 小宋 蓄力猛击 蒙田军架起来 把兵线护在旁边 闪现也还是被逼了出来 老虎这边 往前冲 往前冲 先给个一技能拉一下 但这波大招没有那么捆到人 黄铁在上去 给一个一技能 回一个血 但还是扛不住这个蓄力猛击 下路的防御塔 最终还是被几年 二大招给冲破 蒙田还是肉的呀 目的达到 是 把下路的塔逼掉了 达到就走 主要是小松 他的出装也真的是肉 永夜守护加反甲 下一件不想真的好 他一点梦想都没有 他就是要上去扛一套伤害的 尤其是要扛老夫子绑他 是 他跟我们上周看到坦然的蒙田不一样 坦然的蒙田是暗影战 暗影战斧 然后后面一套输出 他出了一件防装 是晋级护手 三件装备 两件大输出 蒙田是这样的 出输出也能玩 出肉也能玩 对 但这把小松必须得扛啊 是的 小松不扛 那就无名扛了呗 这把他们也没有什么开团 只能靠无名开 对他们就打反手 要不然就是利用 像刚才那种 一个风铃文章冲过去 张飞调整好位置 去呸一下 老夫子这边 再找机会 张飞先逼个大招 无名不交 反面时刻 刚才是交了 回头 花园上去直接跟伤害 前车看一个大招 回头一个一进的这一把 花园打到了半血 但是前车已经没有伤害了 二进的拉进了龙科 但是有个铃刀在身上 轻轻再往回撤 给一个闪现 躲掉了小松的蓄力猛击 北京虎上在侧边找位置 但是已经不好进场了 队友全都是残血 坐到电梯里回城 再点一个传送 爆一下不然 这无名不愧是开团猛兽啊 真开啊 他关键是他被绑住 逼大招的时候 他当时被逼出来的 他还吼了三个 一直在瞄 而且他在瞄 他在等着槟城大桥 他电梯的一个时间 等到恰到好处的时候 然后他自己血量也很健康 一个大招 直接把人吼出来 是 再配合花园公顺利一波绕后 这边头龙的话 他们有一个电梯 能即使把状态补好 所以说打了个时间差 把龙会开掉的 在你想刚刚的是个 花园公顺利一绕后 那要是个小一绕后 可能又不一样了 是的 刚才是直接把千尘 这个狂铁的名刀给打出来了 对 你看这抗压心态啊 出手玩战鞭 第三手出名刀 就是被压了一整局啊 狂铁这个英雄很适合名刀 名刀的那一刻可以吸老多血了 对 多活一秒 名刀这件装备 像狂铁这种英雄出了之后 在团战的时候会有一种欺骗性 对 你觉得他好像要死了 我想起来了 6.6 但是手加 你复死战神 哇 那个名刀回好多血 一秒钟直接让他复活 对 主要是你有蒙田 这种多单位英雄在这里 只要名刀出发一个一技能 如果打到了五个单位 是的 就马了 哎 这边蒙田 一直扛 对一直在扛 没什么伤害 将家回头一个大概不到四个人 花园被秒了 花园期间被千尘被秒掉了 还往前冲 继续打再来个一技能 再回上来 想说蓄力猛击戳不到啊 两个前排正在他的左右手 打不到人 是 这一波刚刚小叶也不散 这波上两边都倒了 可能要一波 大桥是可以打循环节奏的 是的 四开二 来回挡一下就行 橘子向中国越青线 嬴政给大招 上路的高地破完 破完之后 TT直接往回撤了 嬴政没大 他们可以立马转中 直接破一下中塔 是 慢慢爬不着急 很稳 是的 BO7的比赛 对 毕竟刚才无名的张飞 他是把干扰留住了 是 他留到后面用来守水晶 嬴政的一塔掉了的话 T1这边就舒服了呀 想怎么转怎么转呢 带着大桥各种敲塔 中路连拔两塔 现在的几难二达比较 被完全限制在了高地 是 出不去了 TTG今天的选手状态很好 左手有人能站出来 两边都不错 是 今天的两边 你看 几难二达他其实从塔数上 也没有一太烈 在这一波团打完之前 看一下花云怎么被秒的 江子牙和狂铁的一波进场 对 一个大闪 这个大闪打上去 久尾把伤害扑好了 把花云打到了残血之后 就让千尘上去收尽 他前击不是压你嘛 对 你上去把他收了吧 九尾是第一把给自己找自信 第二把给千尘找自信 是的 你把我真难受了 那我就要揍你了 对 队友这时候就要站出来 刚刚也看到了九尾的那个大闪 给了他们团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花云需要留好自己的二技能 是尝试请挡一下 RW这一波转炒虫 是全被广让TDG的狂蟹看到了 是的 先一马当先往前撞 五星星星球 是的 张飞大招保一手 再往前扫 所有人全部跳走 但是没有留任能力 是的 这波紧拿RW霞留不住人了 这套阵容是真没什么空啊 张飞大招碰完之后就没了 这样的话大乔 做个电梯回来又可以压了 张飞没打了呀 张飞没打就完了呀 那这一波比他干扰啊 对 干扰放不放 那兵线轻掉了 呦 刚刚我看橘子那好像准备打的样子 吓我一跳 等下一条龙了 对 这波摩擦结束了 花云又是一个全速入装 魔女的朋友没有做 这个我在之前 全国大赛里面看到蛮多这样的 就是公孙黎 不出那个肉出一身输出 然后上去开个狂暴 当刺客有 把你秒了 更多的是自信 对 其实新选手上到KPL 出这样的比较多 花云这也算是老将了 19年RW霞巅峰期 他就在队伍里 然后一直打到现在 这样出的话也有弊断吧 风险性比较大 是的 可能会给到对面江子牙机会 就像上一把给火舞 得到了 对 那裴行虎万一一个强化普攻 气功波打到你身上 你也吃不消 这边陀融 B团 上去先动手 绑到了蒙田 小冬大招开起来 上去戳两枪 蓄力攻击回血 但是又抗不住 无名这里带着 花云绕后了 直接碰到处理家里 阿星马家里都没有了 是的 二条给个大招 想保一手 花云就帮我回撤 老姆子上去 裴行虎 跟一口人情 耐直接 先把花云给带走了 张飞也走不掉 二球想跳 北部人拿到了二连击破 我感觉这一波应该是 虽然说无名和花云绕得不错 但他们在击杀九尾的时候 九尾应该是在死之前 方了个一技能出来 是的 应该烫到了一下 花云的攻击上 没了血 嘎嘎掉 对 这就没魔女没办法 纯输出的江子牙 一个一大概能烫一个 不出魔女脆皮射手一半吧 四分之三吧 四分之三 有什么离谱的 对一个一二连招 再到中路来 拔中高 下路的兵线也来了 北京湖两下俯攻 就把下高给破掉 汉云和无名还没有活啊 正面也逼出了小松的大招 徐里猛击开启 来老夫子直接上去 先绑上了小叶的 巨右锦 巨右锦又扛不住了 在培克狂解的伤害 已经把北京湖的输出 先把他带走 球进阵争中小松也没能难逃一阵亡 这一波阵亡了之后 三个人 两个人复活出来 赢了给个大刀 这一波老夫子倒了 被公司你点掉 这样的话还要一波吗 想逼 想逼 冰线来了 看复活时间 华云在旁边把线堵住 不想走 他们想趁着华云没有魔女的时候 直接打一个一起的 没有汤的 想看能不能三到二 还是有机会的 华云在吸血 冰线运进去了 冰线进去了 没日期 有干扰 开个干扰 顶出来 盆景湖上去 直接把公司力压走 公司力先点一下 但是水晶怎么说 冰线还没有进去 要强拆吗 最后还是破掉了 让我们恭喜广州TTTG 拆掉了拆掉了 我一直在看最后的一个兵线 卡在了水晶的外面 没进去 是 最终还是广州TTTG 硬拆 拆完这套大桥阵容 在本赛季 拿到了第二次的胜利 在BO7 在帮助广州TTTG 吃下一分 青青太猛了 百分百分之力的老夫子 对 五战五胜 是 到目前为止 这个赛季还没有人能够把他的老夫子 打败过 对 青青的老夫子加九尾的江子牙 对 但也看得出来 紧南RW侠他们很想在面对到这套大桥阵容的时候 发力把他们给打败 因为上路的那个压制力已经完全给到前程 对 然后包括他们在最后那部团队的时候的一个绕后卫 但他们这个阵容实际上不适合打那种追击的一个游击战 他们只适合打一种平推的节奏 还是控制少了 对 没有办法留人 只能打一套 对 TTTG想跑就能跑得掉 好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把时间转到评论器 听一下评论器的分析 这把双方从BP上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 因为我刚刚其实特意看了一眼他们一开始的博弈BP博弈 尤其在前面 其实是RW知道对面荷南大桥他在思考是放你大桥还是放你周瑜 但他选择了半周瑜是为什么呢 因为广州TTT大桥这个赛季的胜率只有20% 就只赢过一场五场赢了一场 大桥胜率其实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这里还配龙虎双边还不是常规的大桥体积 但他周瑜的胜率 就高得离谱了 十场八十 对 这就等于他选择了一个游击截放掉了 就是把你胜率低的英雄放给你 他把你胜率高的英雄给搬了 但是广州TTT这边其实一开始九尾的一开始的 火舞胜率也不高 但第一场发挥的也十分亮眼 我感觉今天的广州TTTG跟常规赛我们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 现在已经不能用常规赛 他们是一个季候赛的状态 对 你们用常规赛的胜率去看待他们已经不可以了 而且你不能以他们以常规赛的BP来看待他们了 没错 其实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是很敢拿 对 真的很敢拿 因为其实常规赛他没用过 他没用过了 就是老夫子家 我们实际上说狂铁这套体系 前程是时隔426天再次使用狂铁作战 上一次使用是在2020年10月9号 广州TTTG对阵佛山GK的第二局比赛了 没错 就技巧体系他就是利用大乔这个点 他们用这个龙虎双边 我就跟你打团 老夫子跟狂铁都很肉 狂铁因为有一个蒙田那个小兵的存在 他也能吸 对 因为之前其实广州TTTG他们搭配到大乔打双边的时候 都是会被一坦一战 他们这一次就没有 这是双战边其实 就以前也配过像大乔羽机体系 然后其实胜率并不是很高 对 但是他们回归了最开始的初心吧 龙虎双边 真的是龙虎双边 好的来看一下本局的MVP给到了广州TTTG 青青老夫子 保持住了自己百分百胜率 百分百胜率现在是五战全胜 对 这把其实 久尾让我看到一个就是非常好玩 我知道什么叫关键选手了 关键选手 关键选手大闪必中 没错 他们其实在他们 我看他前面两波大闪其实大的都不是很好 甚至第一个大闪还空掉了 但是他总会在比较关键的时候 大闪非常关键一个大闪 上路那一波 非常关键 把阿里秒掉 就在其实在赛场最关键的时候的话 其实久尾先生站出来 他其实这局江泽队上排的红很像 对 前期的话其实技能是放歪的 但是后期的话命中率是很高 对就是很关键的这种选手 关键先生 没错 然后这一阵吧整体的节奏 其实阿特比较打的也还不错 但我是整体偏阵容看下来 我觉得后期打算是比较关键选手好打一点 因为他们后期阿里的输出 其实我是个人认为不足以去打到后期 这种两个比较肉的前排在前面顶着的时候 我觉得阿里输出不足以去打 就是打死他们 而且中期的话阿特比较这个这种其实是有机会的 对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菊又金阿里在中期的爆发都非常高 我觉得其实蒙田在中后期都永远难死的 没错 因为整个关键选手是没有什么很高的一个爆发 他只慢慢抹 但到后期他的一套如果是纯肉出装的话 会把自己的输出限制的很低 对 打到后期他的作用率 就他们这种中期的时候是最强的时候 果然期他这种是五个人我就冲公孙黎 没错 我们其他人都不管的 我是越过你的蒙田把你的公孙黎冲死就赢了 因为他知道他的蒙田到后期输出不高的 对这种核心就是在公孙黎身上 没错 就哪怕我们看到公孙黎有一波是贴掉了这个姜子牙 但是后来自己也被裴琴虎追击到了 对他那波之后也挺灵性的突然 嗯 这根码是不是吧 今天不然表现给我看到 就发现这两把的表现都非常的稳 成熟稳定你知道是一种错觉 哪怕他在篮野区一打三了 我还是感觉他好稳 我感觉他的想法就是 他已经构思出来这波怎么去逃跑 我觉得他今天不是稳 我觉得他今天是 现在是很秀 对 他就是残血 然后整个一个局面的一个收割能力很强 他打得很有节奏 对 很成熟 其实你很少看见 他要关键抢夺 不管是抢龙吧 你很少看到其实 老虎能够拿到收割这么多个人头吧 因为老虎这个英雄比较偏向于打节奏 对 但是他收割其实比他和露露可可多了 那可可真的实在太多了 太难了 没错 因为老虎这英雄本身就是一个打野区入侵 然后打一个团队节奏的一个英雄 但他这把是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整体来说这个队伍 这个阵容的核心 就是以老虎来走的 你江子牙也好 老夫子也罢 包括狂铁 他们其实都不是一个主力C位 其实这一把你可以看广东西的阵容 你可以说是都合 但是你也可以说只有老虎一个纯眼合 对不对 对 真正意义上算核心的英雄只有一个老虎 这个我们刚看到那一波 哪怕说公孙李这边把江子牙切掉了 但是自己是交代在里面 没错 这样的话其实是 亏的很亏 好 稍微慢了一点 被老虎一拳给拍子了 没错 但是想法是好的 我觉得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一个加速去把江子牙冲了 但是没办法 对面确实有个大条的一技能提速 说实话你想跑确实也难 比较难跑 因为你没有提速 你张飞大招已经喷过了 是吧 你已经就没有后续的 再有东西来保你的一个作用了 然后今天包括我们赛线有在聊 小叶跟布然两位打野的选手吗 我们赛前有在聊经济分配的问题 没错 小叶是在无论是在打野节奏 包括经济分配上 他其实都是一位很成熟的打野了 对 其实赛前有位布然担心 但今天从前两局的状态看下来 布然完全不用我们担心 我觉得是最无边成熟了 他们整体来说 一开始的情况下 就是淡压的 可能没有那么的状态好的情况下 大家的经济很平均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但后面他们慢慢地融入到一起了 就感觉他们的打法 就已经变得成熟了 就像阿特侠 他们其实打法是比较成熟的 他们是知道 就是核心 就是什么英雄 该拿多少钱 他们是分的 其实挺明白的 然后 其实我觉得 看了下阵容 有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什么 其实TDG切两盘没用什么英雄 确实 这是真恐怖 我跟你讲 他们把胜率不高的英雄 都用掉了 不是他们出场前三的英雄 没错 对 除了说九尾这边的火舞 是排到第三名的出场次数 另外四名选手的 使用的英雄都不是自己前三的英雄 胜率都不是很高的那样 对对对对 其实已经把自己的绝活 已经出了一半了 是的 是的 好的